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众议院本周将会就弹劾总统特朗普的两项条款 即滥权和妨碍国会进行表决 而民主党呼吁共和党支持弹劾 不再纵容特朗普滥用职权 弹劾案一旦通过便会提交参议院审理 参议院少数派领袖 书莫致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麦康奈尔 提出在参议院的弹劾程序 要加入证人到国会作证 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代理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 马尔瓦尼的高级顾问布莱尔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官员答非 麦康奈尔之前就表示 希望参议院的弹劾审理工作可以快速完结 无需传召证人 预料他与舒默将会稍后商讨在明年1月开始的参议院弹劾程序 另外 据福克斯新闻周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一般的美国选民希望总统特朗普被弹劾免职 总统特朗普随即发推文表达自己的不满 并声称该民意调查有偏见 这项民调是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公布针对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期间进行的 根据民调在全国范围内接受调查的选民中 有50%的民众认为总统应该被弹劾并被免职 有4%的民众就表示应该对总统进行弹劾 但不应该罢免总统 而41%的人则完全反对弹劾 民调还显示有53%的选民认为总统滥运职权 48%认为他阻碍国会 45%的选民认为他犯有贿赂罪 另外还有58%的选民认为总统要求外国领导人调查政治竞争对手 另外在上周五美中宣布拿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 仍然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 农产品采购 虽然佐诺特朗普表示中国将很快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但中国官员在发布会上并没有明确地提及农产品采购的数量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表示 中国将在未来两年 每年至少增加16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 2020年和2021年的采购总额可能接近500亿美元 莱特希泽是与中方进行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者之一 他此前曾表示 美国将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保持25%的关税 但将把212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从15%降至7.5% 关税削减将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生效 两大经济体计划在明年1月份的第一周签署部分协议 另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引述特朗普政府高层官员透露 美国有可能会在本周宣布从阿富汗撤走约4000名美军 留下大约8600人 目前的驻守在阿富汗的大约有12000至13000名美军 报道就指出美军削减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之后 将主要集中在反恐行动 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 总统特朗普9月时突然宣布取消与塔利班高层的秘密会谈 双方谈判进程中止 直到上周重启谈判 但阿富汗东部美军巴格拉姆基地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 谈判又再次搁置 塔利班对于美国削减驻军的消息表示欢迎 形容这一步方向正确 但强调要彻底化解冲突 美军必须全数撤离 好 观众 观众 我们再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深线性性宠闻的豪莱坞制片人维恩斯坦 一年多来首次接受了采访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维恩斯坦就表示受访是希望向大众证明自己没有伪装生病 博得同情 他抱怨大众遗忘了他的作品和成就 并称自己是女性题材电影先锋 维恩斯坦还表示希望纽约这座城市承认他的过去 而不是后来的行为 根据维恩斯坦的律师早前透露的信息 维恩斯坦已经和超过30位性侵指控者达成了民事和解 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对此他拒绝在采访中讨论这一进展 据悉 维恩斯坦仅于上周日出庭 案件将于1月6号与纽约下城联邦法院开庭 另外 芝加哥消防局周一早上表示 城市东南边一辆校车和CTA公交车相撞造成了7人受伤 包括3名儿童 事发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10分左右 一辆载有15名学生的校车在行驶到两节交汇处时装上了冰块 导致追尾了前方的CTA公交 迫使CTA公交向前移动并撞上了另外一辆车 事发之后 警方随机赶往现场 5辆救护车前来将7名受伤人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所有人目前伤情稳定 事故中涉及的第三辆车中没有人员伤亡 另外 昨天有休斯顿西部地区的民众报告说 在一个街区地面上发现了可疑银白色液体 休斯顿的消防局 警察局及卫生局随即到场检查 在多处均发现了化学物质拱 联邦调查局今天就表示 现年19岁的嫌犯因涉嫌至休斯顿西部 6万加伦拱泄露被捕 并被控犯有盗窃 非法处置危险材料和拥有毒品重罪 休斯顿消防局对现场进行了应急处理 并监测了该区域是否存在拱污染 为了预防起见 消防局为附近60名民众提供了预防性的消毒 当局就表示 这一次拱泄露对公众的威胁非常小 而在泄露现场的民众身上 发现了化学物质的含量 低于对普通人有害的水平 但同时敦促在附近地区的民众 在接下来的几天监测症状 并在必要时就议 另外 中美就第一阶段 金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消息带动上周美国股市震荡向好 做出先跌后涨的格局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发布 除了周一发布的12月PMI出值 也有一系列与楼市相关的数据 包括周二公布的11月 新屋开工及营件许可 还有周四发布的11月乘务销售 而第三季GDP终止 11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和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 信心指出终止 则于周五出炉 另外联邦快递美光科技 和Nike将公布季度业绩 而市场其他焦点 还包括中美两国贸易进展的具体内容 以及英国国会选举保守党大胜后 如何落实脱欧的协议 另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2019年世界小姐的桂冠最终花落 雅美加选手托尼安心格 而这也让这一年的美国小姐 美国妙龄小姐 美丽坚小姐 环球小姐 以及世界小姐等顶级悬美比赛的冠军 首次都为飞衣女性 悬美比赛早期 禁止有色人种女性参赛 其中一些比赛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 即使之后组织者开始改变规则 接受所有种族的女性参赛 但情况并未立刻好转 直到过去的50年里 飞翼女性参赛才普遍起来 1977年诞生了第一位飞翼环球小姐 1983年诞生了第一位飞翼美丽坚小姐 1990年诞生了第一位飞翼美国小姐 第二年首次有飞翼女性当选 美国妙龄小姐 以上就是这节凤凰美洲快讯的 全部内容 详细内容请登陆 凤凰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